Hello,我是Frank,今天咱们来到了118课,很明显了,这些课咱们一定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过去进行时啊,因为这课的标题呢就叫做What were you doing,它不是what are you doing,因为are呢是现在时,现在进行时,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以及练习的叫过去进行时,就是你当时在做什么,你那个时候在做什么 好,这节课呢,有一个小声词啊,叫ring,这个词我们其实很早之前就见过了,它表示这个铃,电话铃响了,或者门铃响了,ring ring ring,这样是这么来的,ring,这个词是它的原型,可以做动词,表示中或者是铃的冥响,这种感觉啊,那么这个词变成过去式的时候呢,它也属于一个不规则变换,只要把中间的这个字母i,换成字母a就可以了,读音也发生了变化,有ring 变成了ring,我们经常会在这种过去时的句子里看到这样的话,比如说,电话铃响了,the telephone rang 好,接着是它的这个过去分词的形式,这个词呢,出现的频率倒不是特别高,但是咱们要会啊,把这个字母i,它又变成了字母you,读作ring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到书上练习a的部分,我们看看这个题上咱们做什么事情呢 给了两句话,分开的都非常短,一个是he arrived,他到了,第二句话呢,叫I had a bath 我有一个澡,不是我有一个澡,就是我洗澡 当然这两句话都是过去式啊,那么现在需要咱们把它改装成什么造型呢 就是用一个when把它俩连起来,也就是说,当我洗澡的时候,当我正在洗澡的时候,他到达了 好,那么这句话肯定中间是用when来连接的,只不过时态上要发生一下变化 那么他到达这个动作,他不是正在到达,你可以说正在赶来 但是到达,既然提到到达了,那已经到了,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瞬间的动作,那么把它放在前面,他到达,he arrived 后面加上一个when,这开始连第二个工作了 I was having a bath 为什么用过去进行试,因为洗澡 你不可能是把这个水龙头一拧开,咳咳,洗完了 这太快了啊,一秒钟洗完澡 洗澡,他一定是洗刷刷,搓一搓,冒冒泡之类的 这个洗一会儿,所以呢,就是当我正在洗澡的时候 而且是一个过去的进行试 when I was having a bath 好,这就是这样这个题的做法 接着咱们来看这六道小题 首先第一个,he knocked at the door I answered the telephone 你看一下这两个动作,哪个是可以持续的呢 很明显,接电话,这我一直泡电话粥,对吧 我一直跟别人打电话,打了两个小时 这可以是一个持续动作 但是敲门呢,就是几下完事了 你不可能敲门敲一个小时啊 没有人那么干的啊 好,那么这句话还是我们把这个瞬间的短暂的动作放在前面 he knocked at the door 直接抄下就可以了 然后加上一个when 1加1等于2 后面我们再加一个东西 就是把I answered the phone 把这句话改装成过去进行时 就是当我正在接电话的时候 when I was answering the phone 好,接着第二个 he came downstairs 这次表示他下楼了 然后呢 I had breakfast 那么通过这两个信息 一个是下楼,一个是吃饭 很明显,吃饭是一个可以延续的动作 就说明,我当时正吃饭呢 这时候他下楼了 he came downstairs when I was having breakfast 怎么样,逐渐的应该找到感觉了啊 好,第三句用到咱们今天这节课学的这个词了 the phone rang 这个铃响了 I washed the dishes 那很明显是在我正在洗盘子的时候 这个铃响了 那么改装把它联系在一起 那这句话就是 the phone rang when I was washing the dishes 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啊 the bus arrived 同样还是到达 这是一个瞬间的动作 那么接着 she typed a letter 他打了一封信 那么这个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动作 打信嘛 要打一会儿的吧 打个五分钟十分钟的 好,现在我们把它连上 就是the bus arrived 照抄下来 然后when加上 后面变成过去进行时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一个套路啊 when she was typing a letter 好,第五个 the train left 这个火车离开了 I bought the tickets 在我买票的时候 这个火车离开了 the train left when I was buying the tickets 好,最后一个 it rained heavily 这个雨下得很大 I drove to Linden 这个drove就是drive它的过去式 但是有不规则的变化 读作drove 好,正在我开车去伦敦的那个时候呢 天下雨了 it rained heavily 而且下得很大 when I was driving to Linden 好,接着呢 咱们再来看练习B的部分 其实呢 A做完了 这个B就非常简单了 好,我们先看一看例子啊 给了我们一句问句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he arrived 就是他到了的时候 when he arrived 你在做什么 而且是你正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过去完成时 好,后面给你括号 提示你在干的事 就是have a bath 你在洗澡 好,那么这句话回答的时候就是 when he arrived 你注意啊 下面所有的话都是以when来开头 就是当他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我正在干什么 when he arrived I was having a bath 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啊 跟这个前面的练习A好像一样啊 都是有个when 只不过练习A的when 要出现在这个句子的中间 把它连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when提到前面了而已 好,接着让我们看一下几个题啊 这几个题咱们过的速度会快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是白给 所有的问题都长得一毛一样啊 全是这个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he arrived 都不再变的啊 后面只不过是括号里给你的信息点 就是你在做的事情变了 首先来看第一个 我在干什么呢 cook a meal 我在做一个饭啊 when he arrived 你记住 所有的后面回答 前面全是这个东西 when he arrived 用一个过去式 然后后面呢 直接加上过去进行时 I was cooking a meal 因为这个when呢 我们把它提到前面了 when he arrived I was cooking a meal 剩下的就是一个套路了 就是第二个啊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he arrived 他到的时候你在干嘛 washed dishes 给你的信息点 我在洗盘子 when he arrived I was washing the dishes 第三个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he arrived 给你的信息点是 working in the garden 我正在画园里工作呢 那么把它改装一下 回答 when he arrived I was working in the garden 第四个给他的keywords 是type letters 正在打信 那么回答的时候就是 when he arrived I was typing letters 好 接着第五个给他的信息点 是shave 就是刮胡子的意思 when he arrived 我正在刮胡子呢 他来的时候 第六个 boil the milk 正在煮牛奶 when he arrived I was boiling the milk 第七个 fung my sister 这个fung呢 就是打电话的意思 when he arrived I was phoning my sister 正在给我老妹打电话 最后一个 dust the bedroom 这个dust 名词表示灰尘 动词呢 表示清理灰尘 我正在清理房间 或者给屋里淡灰 when he arrived I was dusting the bedroom 好 通过上面这组练习呢 我们复习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种 过去进行时 跟一般过去时 它们经常会出现在一个句子里面 这个咱们在上学课里的时候讲过了 那么过去进行时 表示过去正在进行的这个动作 而一般过去时呢 表示的是比较短暂的发生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两个动作之间 通常我们用when 或者是while 或者是as 或者just as 进行连接 好 接着咱们来到练习c的部分 你别看这个问句很长 但是它们都长得一样 都是这个 what was he doing while you were cooking the dinner 当你在做饭的时候 而且是做晚饭 这个dinner 做晚饭的时候 它在做什么 注意 这是两个 都是 就是前后 都是进行时 刚才的练习呢 是一部分是过去进行时 另一部分呢 是一般过去时 那么现在这道题 练的两边啊 这个连接的前后 都是过去进行时 而且用什么来连接呢 就是这个while 咱们在这个上节课对比里 也说到了啊 这个when as 包括这个while 通常呢 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用while 也就是说你强调 这是同时进行的两个动作 这个时候呢 要用while 来我们看这个示范啊 怎么做的 what was he doing while you were cooking the dinner 在你正在做饭的时候 他正在做什么 当然翻译中文的时候 你就不用把这个正在 全翻译出来啊 因为有点啰嗦了 就是你做饭的时候 他干嘛呢 你就可以这样说啊 那么回答 是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while he was cooking the dinner I was working in the garden 当我做饭的时候 他正在花园里面工作 好 下面这八道题里面呢 这个问句我就不念了 因为长得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 what was he doing while you were cooking the dinner 好 接着呢 在这个问句的后面 每一个问题 都给到了你一个括号 里面呢 就是我们要回答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he 这个他在做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啊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这里面每一句话 都是while来开 再说一遍 为什么 因为我强调的这两个动作 我跟他这两个动作 是同时进行的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he was having a wash 他正在洗手 或者叫洗脸 都可以 都是have a wash 好 接着第二个 问题都是老问题啊 都是一样的 咱们就不念了 第二个给他的信息点 是watch television 就是看电视 那么开头呢 咱们回答的时候 还是用这个while来开头 反复地给你摸啊 我给你摸八遍 你看你还会不会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在我做饭的时候 他正在看电视 he was watching television 好 接着第三个 给他的信息词是 clean his shoes 刷鞋 把他的鞋清理干净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he was cleaning his shoes 接着第四个 listen to the radio 去听这个收音机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he was listening to the radio 第五个给的信息点 是change his suit 就是换衣服 好 那么回答还是用while来开头 当你说的多了 读的顺了的时候呢 你可以像我这样来一点连读啊 就像while I was 非常快 非常迅速的 而且把这个while这个音呢 给它沉下来 最开始的时候 这样 while I was 然后这个while的l 跟这个i连上 就是while I 这样的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音调向上挑一下 因为这是一句话的中间 说了一半 没说完 所以说音调上去 接着呢 这个声音再顺下来 he was sitting in the dining room 他正在坐在这个餐厅里面 好 第七个read the paper 正在读报纸 while I was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he was reading the paper 好 最后一个drive home from work 从班上回来 正开车呢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he was driving home from work 好 上面呢 就是咱们这节课的练习啊 你看虽然是瞅着 东西挺多 但是都是重复的 就是让你去练这个be doing 但是注意这个be呢 我们用的是它的过去式 因为这个课叫过去进行时 同时你需要注意这个when呢 什么时候用when 要如果是忘了的话 回到咱们上一节课 117课 看看我怎么讲的 when跟s 基本上是全部都通用的 然后这个while 用while的时候呢 通常是前后这两件事 是同时发生 同时进行的 好了 118课就到这 感谢你听完 我是Frank 咱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